台湾体操好手唐嘉宏 今年2月份左脚阿基里斯健不慎断裂 开刀治疗经过复健重新归来 18号在国际体操总会世界挑战赛 法国巴黎战以14.950拿下男子单杠的金牌 也再度展现了亚洲猫王的坚强实力 在台湾加油团的欢呼声促勇之下 台湾体操好手唐嘉宏站上颁奖台 历经几个月来的低谷 由亚洲猫王支撑的唐嘉宏风光归来 唐嘉宏拿起金牌笑得灿烂 18号他在国际体操总会世界挑战赛 法国巴黎战以总分14.950顺利摘金 唐嘉宏同行团队记录下这感人一刻 因为其实唐嘉宏今年2月时 在国内国训中心进行测试赛期间 发生阿基里斯剑断裂 紧急开刀治疗 突然换个场地要去做测验 也许是这样的状态 让嘉宏在试音上有一些问题 当时教练一脸愁容 担心唐嘉宏的选手生涯因此终结 不过唐嘉宏不认输 强忍好几个月的复健痛苦 持续刻苦训练 也因为伤势恢复状况难以预估 因此他6月时就宣布放弃 今年两场大型赛事 包括杭州亚运和世界锦标赛 后来伤势恢复 来到巴黎世界杯挑战赛成功 带回金牌 唐嘉宏走出受伤阴霾 打出漂亮一仗 他将带着正面金牌 持续备战明年赛季 努力前进巴黎奥运 记得正好报道